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的心要敞开 我们的心要让它柔软 我们的心常常要不断地 好像一个海绵这样渴望吸收更多 我们要这样求更多 不要为这上一次之前所得到的满足 你要知道按照上帝的创造 你是没有办法满足得了的 好像吃东西肚子饿 你今天不管你刚才那一餐多满足 你吃得多丰盛 你不管吃得多少 甚至食物都满到你的喉腔 你这一刻的满足 不能够带到下一刻 你还是会需要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我们来聚会 好像很boring 为什么又要来 为什么又要来 我知道了吗 我已经明白了 我已经了解了 不是这个意思 按照上帝的创造 神已经给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到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一直要不断更多 进身 扩张 提升 我们应该 就好像神的被造那样子 你知道 人为肚子饿 成为一种提醒 提醒你 常常都要饥渴沐浴 你要渴慕神 给我们的一切 你要渴慕神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肉体 我们的身体 有需要那个营养的时候 需要水分的时候 它就给你干渴 它就给你饥饿 就告诉你说 你要补充水分 你要吃食物 你要进食 让你这样维持 整个身体的需要 但是你知道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是没有signal来提醒你的 所以神呢 就设立了这个方式 用什么方式呢 透过祂的话 成为我们的提醒 身体 要喝水 要吃食物 需要食物营养的时候 它会有新的饥饿 干渴 来提醒你 属灵的生命没有 它的提醒就是神的话 你不可以停止聚会 你要坚守神的安息日 不管外面的雨多大 风多强 刚才大风 我在后台 风雨非常大 都从那个窗缝旁边 那个风跟雨都吹了进来 过后发觉旁边的 那个 exit的地方 那个树都倒了 几部车子都中招了 不管什么拦住 你要知道 你的属灵生命 需要神饿了 你要depends 不是饥饿干渴的signal 你要depends的 你要依靠的什么 神的吩咐 你要坚守神的安息日 你要 不可停止聚会 这个就是神的吩咐 是神给我们的提醒 所以每一次 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知道神 用祂的话 好像来命令 来提醒 来吩咐我们这样做 你觉得是为了神 自己的好处吗 不是 而是为了你的好处 而是为了你得祝福 神这样吩咐你 有哪一个爸爸妈妈 吩咐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你现在从这个地方 你现在从五楼爬出去 去死 你的爸爸妈妈有这样吩咐你吗 没有 对不对 你的爸爸会这样吩咐你说 那走进去 走进去给人家蛇咬 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告诉你说 现在你走出去马路去 站在路中间 车来的时候你都撞向他 你爸爸妈妈没有这样吩咐你 你也不会这样吩咐你的孩子 天父也一样 他安排我们 他提醒我们 他甚至要求我们 他要求我们来到这个 每一次 每个礼拜来到他的里面 来到他的面前 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爸爸妈妈 花在自己的身上 很多都不舍得 花在孩子的身上 非常舍得 那个就是爱 地上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父母对孩子的爱 只是 好像冰山一角 预表着神对他孩子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孩子的爱 你知道神 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 你十年前信 他也称你为他的儿女 你上个礼拜才信 他也称你为他的儿女 不管什么时候进来 神给你的爱 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完全的爱 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听了这番话 就不要说 反正我永远都是神的儿女 Tick for granted 就是 等我老过后我再来一次 反正就是等着上天堂 这个上天堂是对的 但是不是信仰的全部 只是信仰的冰山一角 你不可能 跟你的孩子说 现在你赚到了这个月的工钱 OK就不要做了 然后等到你差不多 八十岁的时候 你才来 你就 我才来 我还继续给工钱你 可能你没有命活到八十岁 不make sense的 不逻辑的 所以你知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 当你心里面你觉得很沉重 你没有了那种喜欢 你没有了那种的渴望 你要请教别人来帮助你 你今天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 把这种的喜欢 把这种的渴望放在你的里面 神造你 你要你的里面 所有灵魂体的一切 都是神给神造的 你还担心神不能够给你洗的 神绝对可以给你渴慕 你要相信祂 今天你来到神的殿中 你的脚步很沉重的 应该跟神说 神啊 让我的双脚 奔跑 好像 那个母鹿 好像鹿这样子 很轻快 很轻松 就可以跳 而且跑得很快 为什么 我要可以走 我要健康 我要没有病 因为 我要进入你话语中的祝福 就是我可以常常守着安息日 我要这样顺服你 我要这样听从你的话 好让我每一个礼拜 我都能够来聚会 你要带着这样的渴慕 带着这样的心态来 千万不要因为人 教会都是一大堆问题 你知道吗 不是在教会的人 神志 主长也不是神 我也不是神 不要因为人 不要因为人说的话 不要人 不要因为人 给你的失望 有时候不要因为人 对你的这些的 对给你的伤害 你听人的话 不听神的话 那是不应该的 彼得说 听从人的话 而不听神的话 那不应该的 我应该听从的是神的话 你今天能够来这个地方 再听神的话 那是应该的 那是恩典 那是祝福 你还能够听 我们自然会有一个 雅语的团庆 他们都是 他们沟通就不是用话语 他们不能听 他们只能够看 有耳听不见的 都还持守着 神的吩咐 还在顺服神 我们这些活在神的恩典中 活在神的祝福里面的 你更加要好好珍惜 耳朵 你知道上帝创造耳朵 要来做什么 你知道上帝创造耳朵 上帝创造耳朵 不是来给你来辨认危险 你不是动物 有些动物需要听声音 它才辨认到 有野兽 有猛兽来了 它赶快逃跑 上帝创造给你的耳朵 不是给你去马路上面 听有没有车的声音 你才闪车 车路上 马路上的安全 是用眼睛来看 辨认的 红灯 红灯停 用眼睛变了 但是耳朵呢 耳朵是用来听 不一定要听好话 上帝创造耳朵 最大的价值 它最重要的关键 是要听见它的话 你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岁 你活多少年 都不是重点 不是年岁多少是重点 是你听了神的话多少次 你哪里知道 在天堂计算的就是 你听上帝的话 也听了多少个小时 就是做多少小时的SPA 你也可能也不懂 你听了上帝的话 多少个小时 他就给你 听一个小时 就一万块 但是天上是不需要用钱 他是给你一万的祝福 你听两个小时 他给你两万的祝福 今天买一间家多少钱 买超过百万的家具手 上帝他们都不喜欢买百万以上的家 他们不喜欢的全部都给我 买百万以上的家具手 这些人的耳朵发尘 有耳屎 上帝啊 奉耶稣的名 给他们棉花棒 让他们挖清耳屎 听清楚 谁拥有超过百万的家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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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拥有超过百万的家 谁拥有超过百万的家 那些不举手的 你给他们flat住就好 那些举手的 以后给他们千万的家住 听一个小时 一万祝福的话 你不是要听一百个小时吗 是不是 如果你要住千万的家 这样也不是听一千个小时 你听了多少个小时啊 神的话 包括你在这边听 你在家里面读的也一样 所以你知道 我在天上的家 耶稣宝座旁边的小房子 就已经很满足了 待在耶稣的身边 一出来 耶稣早安 对不对 因为圣经讲过嘛 以后天上的情景 每一个人都会在 高阳宝座面前 一直不断地称颂主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的家刚刚就在 耶稣宝座的旁边 所以我都不会有 traffic jam 出门就在那个地方 给葬了 OK 所以 因为天上根本 没有距离的限制 你都在神的同在里 OK 所以你要知道 耳朵的被照 是要让人 不是听人的话 是听神的话 所以你一样要跟你的 另外一半说 听 不听神的话 听你的话 是不对的 所以他会说 为什么你不听话的 因为我听神的话 他就 对了对了 你听神的话就对了 你要教导你的孩子 听神的话 你教导你的孩子 听你的话 你要加上一句 因为我听神的话 虽然你听我的话 就是等于是听神的话 你要教导你 你这个是祝福你的孩子 你哪里会教导你的孩子 人谁的话都听的 不认识的叔叔 没关系的 也跟他们去 他就 那小女孩 你也跟他那去 你这样教导他的 陌生人 你叫他听他的话 不会的吗 对不对 你邻居的话 你也不会教导你的孩子 听他的话 你教导他听你的话 万一你也讲错 所以你要教导他 听神的话 放心 你这样教导他 一生他都蒙上帝的福 你给不到的 上帝会给他 你给到他的 上帝加倍地祝福他 你要这样相信神 这就是我们相信神的价值 这就是神叫我们每一个礼拜 来到他面前 赞美敬拜他的价值 要拍手 就大声拍手 所以你们要听听话话 你们要听话 我要花这么多时间 就是给你们一个 听话的开胃材 现在才要讲经 想神的道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第六节 圣灵既然禁止了他们 在亚西亚传道 亚西亚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今天 我没有预备地图 你们想象了 就在地中海上面的 那个俄罗斯 塔吉 什么塔吉斯坦 什么什么坦 那个地方 有点土耳其的地方 土耳其是在 苏联下面的 那是什么坦 什么坦 什么坦在苏联下面 今天在俄罗斯 俄罗斯下面 他们本来要往北 意思说 保罗当初从安提亚 他要往北走 往北就是去土耳其 再上那一代就是苏联 以前的苏联 现在的俄罗斯 他分成了很多小国 都在那个地区 他要往北走 那么 他们就走遍 弗里加 然后 这弗里加过后呢 怎么样 加拉泰地区 他们来到了 美西亚境界 好 美西亚的边境 想要去 这个 劈推你 耶稣的灵 不准 不准他去 他们就 没有 往这个 劈推你去的 他们只是经过了 美西亚就下到 莱特罗亚 好 他本来 我 你就 这边是地中海 OK 这边是地中海的意思 好 你们看啊 这边比如讲 这边 我这边是 以色列 OK 在上面点 这边就是 黎巴嫩 土耳其 好 这边全部都是地中海 我本来要往北走 但是 耶稣的灵 就不要他往北走 他过后呢 他怎么样 他就下 从 本来往北 他就下到 去 特罗亚 他往下走 下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 奠定了 福音传到 亚洲 传到西方 然后再从西方传来 东方 传到全世界的 一个 分水岭 一个非常关键点 就是因为 当初宝罗 没有往北 他就 从 北 再往下 其实往西走 因为 他不能够再往下走 下他又倒回来 这个 安提亚 他不是 他就是 往下 他去了 他就往下走 这边全部都是大海 地中海 他就往下 就奠定了以后 福音传到 欧洲 罗马 然后 传到 整个西方 再从西方 传回来 这边是地中海 传回来 整个亚洲的 一个定点 他去到特罗亚的时候 夜间 就有一个异象 向保罗显现 有一个马其顿的人站着 求他说 求你来马清顿 来帮忙我们 保罗 见了这异象 就认定是神呼召 他们去传福音 给他们 他们立刻 就设法 前往 马其顿 然后 他们就从特罗亚开传 十一节 直到 沙摩特拉 第二天就到达了 铁尼亚 到达什么 尼亚波利 从那里来到了 菲律比 就是马其顿地区的 首要的城市 是罗马的殖民地 我们在这里 他们就描述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住了几天 按时日出了城门 来到河边 以为那里是个 祈祷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 对聚集的妇女 讲论 有一位敬畏神的妇女 名叫 李迪亚 是 推亚 推拉 城 卖 紫色 布的商人 他一直在听 主开启了他的心 使他留心 听保罗所讲的 他和他一家 受了死以后 就请求说 我们 你们若认为 我是对主忠实的 就请到我的家来住 于是 强留了我们 今天神 在给我们中间的人 看见的是什么 这边说到 他们去到一个 他原本要往北走 结果呢 他们就 因为神的灵不许 他们就往下 其实是往西走 往西走的时候呢 他们 他们就来到 一个地方 就去了 一个城市 菲利比 首要的城市 就等于是说 绝对不是一个 小乡镇 他被引导 去到一个城市 在那里做什么呢 他接触了商人 李迪亚当时候 是卖紫色布的商人 停在这边一下 紫布料呢 当时候 当时候紫色呢 就是耶稣被钉死的时候 他们给他穿的那个袍子 都是什么 紫色的袍 紫色在当时候 是给尊贵的国王 跟那些高贵的 这些的贵族们穿 紫色的布 代表着高贵 身份的象征 所以你想一想 李迪亚是卖 是做谁的生意的 做有钱人的生意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他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 很成功的商人 他卖的全部都是 LV 他卖的全部都是 可能Zara他都不卖 H&M他不卖 他卖最少Zara品级以上 的意思 他卖的都是贵货 因为都是有钱人 才买得起 所以你这里看见 李迪亚呢 是一个 有钱的商人 他就对他们说话 他不知道 他就是去对他们说 有时候有钱人 你看不出的 你看我穿到这样 就知道我很有钱 对不对 是不是 你都以为我很有钱 你看到 Daniel 你都看到他 你以为他没有钱 是不是 其实 百万富翁来的 你看到那些穿T恤的 有时候 他穿着裤子 又这边破一个洞 那边破一个洞 这边破一个洞的 丝都全部跑完出来 OK 那条裤子 你不要以为 十块钱就可以买到 他一千个一百 才可能才买到 你知道吗 他是一千个十块 才买到 你知道吗 也说不定啊 现在的裤子 你知道吗 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以前 人家去买裤子的时候 都选来选 你确定全部 没有烂 没有破 才要买 现在我们去到那边 没有破 没有烂 不买 真的是 一千个一千 没有烂 没有破的 不要 都去找那些烂裤 来买 对不对 烂裤 我有一条裤 真的是从上面烂 到这个膝盖这边来 他们常常叫我穿 我都有时候不大敢穿 大家觉得 有坐船道人 坐到这么穷啊 哎哟 裤子烂了 都还照穿啊 哎哟 谁还要坐船道人啊 所以你要知道 今天晚上 神在跟我们中间的人说 你要去向商人传福 你看到 当保罗向李迪亚 分享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你知道吗 神给我们中间的人 今天晚上看见 这将要发生 在我们中间的事情 这边说到 不单止李迪亚 自己 他以前是敬畏神 但是应该没有听说过 太多关于耶稣的事情 这边说 他一直在听 主就开启了他的心 他就听 保罗口中 在分享 他以前所逼迫的 主 耶稣基督 怎么样呼召他 主 怎么样 钉死在十字架 成就了 救恩 的信息 相信 天下人间 没有靠着别的名 可以得到拯救了 唯有 耶稣基督 第十五节 我们要注意这边 不单止李迪亚信了主 他和他一家 都受了洗 我从神的领受就是 我们这边 神的恩高 在降临在我们中间 神在带领我们 神赐下来的恩高 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会信主 保罗带一个 一个带一家 然后他们就在菲利比 传福音 见到一个被鬼附的女生 等女孩 这个女 这个 女的 其实 是人的一个 发财工具 物丝呢 都靠着这个女人 身上的鬼 去占卜 然后 赚钱 这个女人 看到保罗 跟他们整个宣教团队之后 一直在那个地方 在喊叫说 哇 神的仆人啊 他跟你们来讲述 得救的道 连邪灵啊 都来证明 保罗所传的道 是救恩 一只教一只教 我知道了 我会传了 保罗听到法 就回过来 对他说 我奉耶稣的名 只要命令 你身上的鬼 陷得出来 事情就这样成就 那个鬼就立刻 啊 然后 他的主人看见 鬼离开了那个 他的发财 令他发财的那个悲逆 哇 想到 发财梦碎了 摇权树倒了 就生气 就 抓住保罗跟希拉 拉他们去见 当时候的官员 去到市中心 见官员 带到审判官 带到法官面前 告他们 你看这些犹太人 传我们不可以传的 说我们不可以说的 破坏我们的规矩 他们就一起攻击他 拆归上去 然后审判官就 拨去他们的衣服 下令用棍打他们 打了很多项 他们最后就被 关在监牢里面 吩咐 监狱呢 这些监狱的 这个 那个 那些 那些议长 就是那些看主呢 怎么样 严守 严厉 看守他们 他们领了命令呢 就把他们 关在监狱里面 而且呢 还不够严厉 关在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 还用那个 脚 那个木口 那个木头 你看着我们中国 西藏 他们不是一个板 把他两个脚 伸进去 两个洞 就锁住他 还 关在监狱 还不够 还要怎么样 还要怎么样 好像人 在医院的ICU OK 还要怎么样 intensive的 这个care 还要特地 严密 牢都关着他了 还要锁住他的脚 25节 约在半月的时候呢 保罗跟希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原是为主的 我不是听了 圣灵的声音吗 我真的是没有往 我真的是没有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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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推你去吗 我就吓到去 特罗亚 刚才你不是给我恩膏 我一命令误鬼 误鬼就出来吗 我也传福音给 李迪亚 他们全家都信主了 也受洗了 做梦还要被打 做梦还会被关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不 如意的事情 不管顺境 不管顺境 逆境 其实都 会彰显神的荣耀 听好 不一定 顺境才是荣耀神 逆境 如果没有神的安排 你一根头发都不掉落 你一天都不会有饥饿 你养的孩子 你养的牲畜 你手中所经营的 一个都不掉落 一个都不孤肝 没有上帝的允许 他一生得着保护 都要荣耀上帝 听好 顺境 可以荣耀神 哇 一传 人就信 全家受洗 一命令 鬼就出来 神迹 福音 彰显了神的荣耀 但是很多人 却 遇到困境 遇到逆境的时候 事情不平顺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 不想荣耀神 他们就开始 不想服侍神 他们就开始 会break 他们在先看看怎么样 要还是不要 做还是不做 不要做太多了 做少一点 我还是分一点时间出来 去 去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你看 他开始有怀疑 人很多人 都在不平顺 在逆境 在困境中 他不觉得 如果没有神的允许 这困境 这问题绝对不领导 如果困境 逆境 不平顺的事情 领导 其实 上帝的安排 都是为了荣耀 他之权 但是很多人 都在顺境 困境 逆境中 都在这个逆境 顺境 不平顺的情况中 他怎么样 他们就退缩了 他们就不再信了 他们挤进来的 挤进来的是 所有的怀疑 他们不再跟了 他不再死守了 你看什么事情发生 二十五节 约在半月 保罗跟希腊 在这样的困境里面 他们仍然怎么样 歌颂神 囚犯们全部都听到 侧耳在听 突然间 大地震 圣经形容 大的话 震都会大的 我们没有火山 没有台风 我们也没有地震 我们是很平安的 我在马来西亚 地震 有感受过地震吗 有在地震中吗 有吗 很多人都有感受过地震 对对对 去我们国家很少了 十多年前 有一次了 就是那个大海啸的那次 2004年 有感受到吉隆坡 很清楚感受到的 如果你去过台湾 常去的话 OK 就可以有的 好 什么月份去呢 三月啊 九月啊 你就会很容易到台风 跟地震 台湾最多的 OK 要感受地震的话 三月九月去 所以三月跟九月是吗 是 最常有地震的 这个时期来的 为什么 换季期 一个人要去热 另外一个热要进入人 一换季期 地壳 它就会开始移动 一个 冷却了的 要膨胀 它很容易移动 一个膨胀了的地壳 它要冷却 它就会怎么样 收缩 有空间 它就会移动 大地震 以至于监牢的地呢 都摇动起来 所有的监门都立刻开了 本来捆锁他们 囚犯的锁链 全部都松开了 断开了 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 还上了墓口 然后全部都松开 断开了 门也开了 OK 这个 这个 那个监狱里面的人 醒过来了 OK 就怎么样 那个 监狱怎么样 醒过来过后 看见 监门全部开了 以为囚犯都已经逃脱了 他就拔出道来 想要 自己 擦死自己 保罗就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然后就叫人 拿了灯来 冲进去 战战兢兢的 看见保罗跟希腊 就伏伏在他们面前 随后呢 就领他们出来 先生 我应该做什么 才可以得救呢 三十一节 他就跟他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人 都必定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传讲给他 和他全家人 就当夜 就在当夜那个时候 这个 毅力呢怎么样 领他们去洗脚呢 怎么 他和他们全家都怎么样 他和他全家什么 都 受了洗 就带他们 到家里 摆上饭食 他和全家 因信了神 就大大欢喜 我刚才一直在寻求神 神啊 今晚上 你要讲的道 求你来讲 求你来分享 我可以讲 很多知识的道 但今晚上 弟兄姐妹是时候 要听你的道 除了生活上面的 帮助 人生上面的 引导 但是 很多时候 我们也要知道 神 在属灵方面 给我们的护照 在祂的意向 在祂给我们的使命 Mission 100里面 给我们的护照 你在这里 原本就是为了这个意向 跟使命100来准备 这边说 刚才 你看见保罗 领导了一家人 领导了李迪亚 跟他的家人 幸而受洗 现在保罗 又在领导 另外一个家人 刚才领导商人 现在领导什么 现在领导公务员 你知道为什么 他要自己自杀吗 如果是监狱里面的 作宅 哪里需要送死呢 他想到犯人逃掉 责任一定是他的 通常杀都杀头 对不对 下马的那些 叫他辞职的 都是那些狱长 所以你都知道 这里 这个人在政府 在监狱管理局里面 他应该是高官来的 他可以说是狱长 现在他才要负责任吗 全部逃犯逃掉 大家下面的人都会这样说 找他 找Daniel 什么东西都找Daniel 什么东西都找他的 他是头吗 找他 所以你知道 刚才是一家商人信主 商人的一家信主 现在呢 是一个 有职位的官员的一家 信和戏 我相信今天晚上 神在 给我们很多人看见 神也在呼召 神也在拆派我们 在这里 我看见很多人 会被神信起来 我们会一家一家人 带他们信主 我们会信起 更多的这种家庭的教会 你看见吗 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特别 李迪亚信 当信了主受了洗之后 他 他 勉强挽留他们 去他的家 让他们留下来 这个狱长也一样 带他们回家 摆上这个饭食 他们全家都在那个地方 因信 耶稣基督 大大花子 我看到神现在在带领我们 特别在这一堂里面 很多人会被信起来 我们会去领导 一家一家人信主 不管是商人 不是普通一般的老百姓 他们在社会上面都是 有钱 有势 当你去做耶稣所做的 不要怕有钱的人 更加不要胆 更加不要怕这些有事的人 一个有钱 一个有权 上帝给了我们这个祝福 这个监狱的门打开了 这个监狱的门打开了 而且很多道监狱的门都开了 开了 开了 现在跟我们很多人在说话 敬拜团了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